指揮中心周日宣告 玻璃桃園医院群聚事件警报解除 但桃園医院预计过年后才能恢复营运 为确保过年期间的医疗能量 市长郑文菜邀请11家急救责任医院 开区域联防联系会议 也邀请前副总统公卫专家陈建仁出席 桃園发生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 哇 那么多人有没有能力来负责呢 真的桃園是在整个这一个事件的处理上 是可圈可点 刚才听了很多有关于各个流程的过程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流程好好的记下来 我相信在世界上各个都市 碰到这样的流程的时候 都可以以桃園市作为他们的典范 市长郑文菜表示 桃園医院是桃園很重要的医院 因此桃園医院恢复营运时 他要送上大礼 我决定布桃营运的时候 会送布桃一个大礼 对 我们会捐赠医疗设备给布桃 让布桃能够未来做得更好 那他是很重要的医院 那其实我们大家看到布桃事件到现在28天 中央跟地方防疫的团队辛苦了一个多月 其布桃的同仁是辛苦了一年 他们都没有喊累 所有的同仁事情都非常高昂 那我们在家里休息的这些同仁们 每个人都想说都一直在问说 院长我什么时候可回到医院 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想在我们现在正在草拟一个复原计划 那送到疫情指挥中心去给他们审核 然后审核完毕以后 就如我们刚刚讲的预计在年后 我们就会开始我们正常的一个医疗计划 期后疫情指挥官陈时中部长提到说 桃园医院全台湾最安全的医院 市长郑文灿表示 目前桃园医院社区的清零计划 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风险都控制住了 他表示布桃是安全的 桃园也是安全的 大家可以放心到布桃就检 也可以放心到桃园来旅游 新唐人眼的电视 胡书小张连杰 台湾桃园报道 桃园医院计划